只用10秒就可以撕靚的樣子 還可以幫照片退地兼換背景 不用Crop照片 都可以由直到變成橫到 換上衣服都沒有難度 最誇張的是 連你的表情和動作都可以改變 這個就是AI Hello I'm Pin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AI的軟件越出越多 對上一次就教大家用一張照片生成影片 而今次就想跟大家介紹幾個不同的 AI修圖工具 以後拍一張照片就可以無限用 街都不用出就可以當作打卡 究竟是甚麼工具這麼厲害呢 現在我們就一起看一下 如果你都喜歡看產品評測 或者科技資訊的分享 就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今次這條片是由Surfsharp VPN贊助 現在上網Research或買東西 都有機會輸入一些個人資料 而Surfsharp VPN除了會透過Clean Web的功能 去幫你攔截廣告 還有Multi Hub的功能 讓你可以同時連接幾個不同的Server 還有定時轉換IP地址的IP輪換器 可以避免資料外洩之餘 亦都可以阻止第三方偷聽或追蹤 另外還有一個add-on的Antivirus服務 支援Windows、Mac和Android OS 你就可以定期檢查部電腦 或者電話任務中招 而它的操作方法亦都非常簡單 打開APP之後 按Quick Connect就可以安全上網 你還可以跟朋友夾錢 一起share同一個account 現在只要用我的優惠碼 去訂閱Surfsharp VPN 就可以享有特別的offer 以及額外三個月的服務 如果覺得不適合用的話 都可以在30天內退錢 第一個要介紹的 就是被譽為史上最瘋狂的商圖工具 Dragon AI 整個軟件都是透過拉這個動作去改圖 譬如你可以將這隻貓貓的眼睛 由打開變成合謀 又或者原本站在那裡傻奸奸的狗仔 都可以變得好可愛 就算本身沒有看鏡頭 拉一拉都會馬上精靈了 不單是動物 死物亦都一樣 可以任你改變拍攝的角度 人像更誇張 不笑的樣子都可以變成笑 Model的Pose還可以不斷轉 所以你說是不是以後連照片都不用拍呢 這個將2D圖像變成3D Model去拉的工具 就是由Google 麻省理工學院 賓戴和一班科學家一起研發出來 它的操作介面都很簡單 左邊有Panel 右邊是你的圖 Mask了你想改變的位置 然後將紅色的控制點 拉到藍色的目標點 再按Start鍵就完成了 而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 只要用NVIDIA GeForce RTX 3090的顯示卡 幾秒鐘就可以掃到一張圖出來 不過現在還未正式開放給公眾下載 想試玩都不是那麼容易 大家只要去到這個網站 就可以拿到試玩的Code Windows和Mac機都支援 而第二個要介紹的 就是最近非常熱 大家都在試玩的Photoshop AI功能 只要你本身有Adobe的account 去Creative Cloud 就可以下載到Beta版試玩 新版本最主要就是 多了下面這個工具框 有選取主體和移除背景兩粒鍵 如果你想幫一張本身是直到的照片擴充背景 令整個景看上去幼一點、漂亮一點的話 就只需要用到選取畫面工具 框起側邊的白色位置 按生成顏色 甚麼字都不需要打 大概10秒就會成功到出來 整完一邊再到另一邊 框的時候就最好框多一點 以防中間會有條線在 令到整個畫面不夠連貫 大家可以看到 整張照片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無論是左邊的樹木 還是右邊的建築物都跟真的一模一樣 每一次它都會將三張不同的圖出來 你可以選最滿意的那張 又或者都可以重新將過 現在看到草地這麼空曠 就想加一些白夾在旁邊 亦都是跨在你想加的位置 再輸入指令 白夾就會變出來 最厲害的是它連影都有賣 所以象徵度是非常之高 我們再在天上再製作幾隻會飛的 指令打得越清晰就越好 如果你就這樣打白夾 就可能會變成這樣 但如果你打很多細小隻的白色白夾 在天上飛 出來的圖就會正常很多 如果你覺得白夾太多的話 只要跨起不想要那隻 不需要打字 再將它們都會消息 平時如果大家想弄走圖人或雜物 都是這樣做的 非常之簡單 現在按個按鈕還可以換衣服 再加多雜花 就真的連婚紗相也不用浪費錢拍了 除了擴充背景之外 亦都可以幫照片換不同的背景 我平時就帶不到隻貓出街了 現在就可以在家裡幫它 拍正點漂亮的照片 但去了街 按一個按鈕 極速Select 主體 Infered 之後 你就可以輸入一個你想要的背景 譬如是野餐 有日落 整個野餐腩 還有麵包 我的貓就好像真的去了野餐 平時在家裡不肯戴的煲胎 現在都可以幫它戴 是不是很有趣呢 By the way 最近就見到一個挺有趣的app 叫做AI MIRROR 它可以將照片變成不同的風格 譬如是漫畫 或者是Cyberpunk feel 我自己最常用到就是這個 大概十多秒 它就會放到四張不同的圖出來 不說真的以為自己是千與千尋 都真的蠻好玩的 不過它只有三天的免費試用 大家都可以下載試試做WARPAPER 而接著要講的 其實是一個好像Photoshop一樣的免費website 叫做ClipDraw 移除物件、退地 甚至是擴充背景的功能 它都有 不過有部份功能 譬如是轉背景 就要付錢才用到 另外還有一個挺有趣的功能 就是打燈 但不懂用就真的不要亂用了 否則都蠻恐怖的 它的操作方法就簡單過Photoshop很多 入到website 選擇你想要的功能 選擇照片就可以直接做到 但當然不用付錢 Quality當然會差一點 有時都要做多幾次才行 還有免費版就只有SD畫質 而Upgrade去到Pro版 一年就要400元港幣 但如果都只是做些簡單事 將圖又不是太過複雜的話 大家都可以用免費版先 而最後一個要介紹的 就是用10秒鐘 就可以P漂亮的Evoto 它是一個免費的軟件 真是我目前為止 用過最方便的P圖軟件 為了讓大家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對比 我就找了一張有很多暗瘡要P的照片 它的方便程度是 這樣一拉 面上所有的暗瘡就會立刻消失 而最神奇的是P走暗瘡之後 你依然都會看到皮膚的毛孔 照片不會變得很油膚或者很假 一路滾下去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收拾 它還有分小朋友、女人、男人和老人家 如果用來收拾正件照片就真的很方便 現在我們逐個功能看看 最頂這兩個就是P暗瘡 還可以去油、抬頭紋、眼紋、黑眼圈、虎紋、頸紋和雙下巴都有 之後就是油膚 如果你想保持多一點的details 調一點點就已經可以了 下面這個就是調膚色 按這個按鈕就可以令臉和新的膚色變得一致 你還可以把人變白一點或者變黑一點 亦都可以調色溫 這個model其實都不算要大側 唯一是兩邊臉不太對稱 只要按這個按鈕就會馬上對稱 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還是差一點點 你也可以在上面獨立調教兩邊臉的面型 眉毛、眼、鼻和嘴 按一下中間的按鈕就可以只P左邊或者右邊 大小、距離和高度等等都可以調色 譬如覺得左邊的眼都是小一點的話 這樣一拉就會變大了 除了臉之外 連牙都可以調色 就可以變白一點 或者變齊一點 都真的挺厲害的 還要有戴痕和化妝 妝還要化得很自然 以後真的連妝都不用化了 最後當然都可以P肥瘦 但這張照片就不需要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幾個P圖工具又覺得怎樣呢? 現在背景不夠Y就可以加大 不夠美就可以換過地方 還要加些什麼都可以 連動作、表情都可以改變 這個就是AI 對KOL來說 以後拍照就不用化妝 又不用擅長水軟去打卡 而對攝影師來說 就可以節省很多執照的時間 如果遲些連影片都可以用到這個功能的話 我今天就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去遮露暗瘡 最後還是遮不住 但值得思考的是 當所有相片都可以是假的時候 到底拍照還有沒有意義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我接下來都會繼續試用不同的AI軟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要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旁邊的鐘 以及Share給朋友看 今次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Bye Bye